大家好,在我们进行完挤出头的安装后,然后我们要进行皮带连接键与挤出头的拼装 然后这是我们已经拼装好后的两个,装好之后效果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来下面来交代一下怎么拼装 然后首先取出我们的挤出头,然后是这个方向 然后对应,一定要对应的是这两个,这两个以及这两个很容易能分辨出来 这是一边,然后我们的皮带连接键 然后方向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稍微翻一下,背面,这是背面 然后这边有两个孔,两个长方形侧孔 可以看到,等大家拿到那个连接键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到 有侧孔,好 然后放入我们的M3,螺母 然后拿出M3乘20的螺丝 然后注意一定要用手 这里先不要用内队方,用手 然后轻轻轻松凝入 也是比较好凝的 然后如果翻案,拧不住的话,不要强拧 可能是螺丝或者螺母 那个可能有点问题,然后更换一下即可 然后用手拧进去 然后拧进去之后 然后再用内队方稍微紧一下 稍微紧一下即可 然后M3,螺母这边,同样的方法 然后注意要让内队方,或者要让M3螺母下到底 好,好,螺丝 螺丝穿入 好,手拧进去 好,内队方 稍微紧一下 然后这就装好之后 就是之后可能效果就会是这样的 好,大家看一下 然后,当然 大家看到了 什么好,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到了 那我们看到 哪里的 我们下一个